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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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抄写 现在很流行在抄金 写金 那么有哪一些金呢 是可以拿来念诵 持诵的这个经典 那么Akira就想说呢 嗯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 那还蛮值得呢 在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哦 那么呢 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呢 之前也有提到说 那在家里面呢 到底可不可以念经哦 尤其是呢 像这个问题呢 在语设的书当中哦 在拜拜一跟拜拜二里头呢 也都有去提到这个部分哦 那Akira呢 也想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诶 身为佛教徒的我 对于这个 在家里面能不能念经这件事情的一些观点哦 应该这么说好了哦 嗯 阿kira自己个人是觉得哦 呃 不管是这些修行啊 或者是这些宗教的仪式哦 其实呢 很重要的是 你的观念跟想法耶 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被一个观念跟想法给困住 当你 呃 人云亦云 或者是 以而传而一阵子之后啊 其实 假的都会变成真的 传闻就会变成是事实 你很难去跳脱跟很难去突破那个既定的印象 还有人嘴 人讲出来的话真的是 嗯 蛮 蛮可怕的 所以有些时候呢 其实当你观念不正确的时候 你要再导正回来 可以啦 但是其实你心中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疙瘩 或者是你会觉得好像怪怪的 那你又觉得说不确定 那当你用这样子的心态跟观念来做这些宗教的事情 或者是你在走修行 或者是你觉得你想要做一个日常的修行功课 包括像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念经啊 或者是念佛这个部分 那你很容易呢 就会被这个观念给捆绑住 你会很不自在也很不自由 其实我们 嗯 接触宗教 然后开展我们的灵性 让我们的心灵成长 无非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更加的自由 也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宗教的 呃 不管是这些理论啊 不管是宗教给我们的一些善的观念 或者是呢 这些我们日常定刻去培养我们自己稳定性的这种 呃 日常修行的这些行为 无非也是希望可以让我们有一些耐心 然后有一些持续力 同时呢 也可以让我们 呃 增加我们自己的稳定性嘛 那么如果你的观念不够正确 你的 你的听到的内容呢 是都会让你感觉到恐惧的 那么其实 呃 讲穿的哦 不管你念多少经典 或者是你拜多少次的佛 或者是呢 你做了多少的善事 其实这个观念呢 他还是会去 咬着你不放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这个部分 真的非常的重要哦 所以呢 借由这个读者呢 他的询问哦 呃 我们也来在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到底呢 有哪一些经典 哦 可以抄写 可以读诵 或者是呢 你想要念哪些经典 可以有开智慧 或者是 呃 你有想要怎么样可以来消业障 哦 那我这边也有整理一些 呃 读者跟听众的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一的分享跟讨论哦 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 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在日本地区的总主持 满润 佛光山发水市是日本总本山 预计在2018年的春天开光落成启用 发水市在群马县伊香堡 温泉区这个地方 那目前我们有一个潮山会馆 在这边也可以供应来日本旅游的人 来参访 来住宿 那欢迎来到日本的佛光山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红桌文化的总编辑 我是刘翠伦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远离非洲》这一本书 《远离非洲》大家可能都有看过这部电影 是《美丽十岁不言》的 是一部非常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此推荐原著比电影更加更加精彩 《远离非洲》也是一本命运之书 当你生命里面遇到困境的时候 然后有走不过去的地方 建议大家来读《远离非洲》这一本书 让这本书带给你勇气 在此跟大家推荐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一同心的编辑王一鸣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书是《灵性奇悟》 那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 他不仅仅是一位灵修的导师 他同时也具有心理学的背景 他也担了心理疑似多年 透过他多年的观察跟经验呢 他跟我们分享的说 灵修过程中蛮常见的一个行为 就是灵性逃避 这种灵性逃避的行为 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 作者就在本书中也不断地提醒我们 要如何去觉察这样的行为 然后面对这种行为之外呢 因为我们要学习与这样的行为共处 对于一中心的书籍有更多的兴趣的话呢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 网址是 www.onecenter.com 欢迎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 在华人网路心灵电台为您播出的 《语色看世界》 我是Akira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 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喔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谈的呢就是 关于念经你该知道的一些事 到底是什么事呢 其实呢 Akira今天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集的节目主题 主要呢也是因为 有一位 有一位读者喔 一位听众呢 他在Akira的line当中呢 跟Akira询问喔 他询问的问题是说呢 他有曾经读过《语色》的书喔 因此呢 他想要知道 《生茄炸经》这一本 这一部经呢 是不是可以抄写 那是不是可以来读诵喔 说到了这个《生茄炸经》呢 其实呢 Akira一看到的时候 有点吓一跳 想说 这是哪部经呢 我想说呢 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 看到过这一部经典喔 我就会在想说 奇怪勒 这是 这是哪里来的 冒出来的这一部经喔 那当然 这一位读者喔 这一位听众 他其实他也没有特别讲说 他到底为什么要抄 那他 这部经是怎么样 就是都没有 没有头没有尾啦 就是只是 直接询问说 这部经可不可以抄 可不可以持送 这样子 那么 当然我觉得 呃 你要抄写经文 或者是你要持送经文 或许你都有一些你的动机吧 喔 你可能 呃 你想要 富贵吗 或者是你想要平安 或者是你想要 呃 心性稳定 或者是想要 想要感觉 生活顺利等等的喔 你或许是因为人生遇到了某一些 呃 苦难 或者是你 生命当中 出现了某些事情 让你觉得 呃 你想要做 这样子 宗教的事情 说到这边呢 阿基拉就想到喔 阿基拉有一位朋友呢 呃 他本身也是佛教徒 那 他从很小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 呃 呃 归一喔 开始呢 亲近了这个公司附近的一间道场 那么呢 他就时常呢 会跟 呃 阿基拉这个朋友讲说啊 欸 那个某某某某某佛寺啊 最近有办法会啊 你要不要去 喔 那么最近这个佛寺啊 有办什么 规法会啊 喔 你要不要去参加 那么呢 就常常跟他讲啊 然后就觉得说 因为呃 他跟这个主管呢 其实 也没有到 这么好的程度 而且 也不会有员工会 想要跟主管一起去 佛寺嘛 那么 呃 虽然他也是佛教徒 但是他也都是笑笑的 这样子 那 一而再再的上 他跟他讲呢 他就跟他说 呃 我已经 从小就已经有归一了 这样子 那那个主管就说 没关系啊 你也可以再去啊 那么 他就觉得说 嗯 可是就不需要嘛 因为我已经有归一了 这样子 那这个主管 他也是很热情的 这样跟他说 那么 因为这件事 事情呢 他就觉得说 诶 这个主管其实他觉得 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人好好的时候 你一切平安顺利的时候 你都没有想到佛菩萨 你都没有想到神明 会 护佑你 神明 都一直在保佑你 你当你出事了 你人生不顺利了 然后你儿子有问题了 你才开始去寻求宗教的协助 他觉得这个是有目的而为啊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 他觉得他还没办法理解哦 他觉得我们应该要在好好的时候呢 就要清净道场嘛 好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跟佛菩萨学佛嘛 你怎么可以在你有 你有 呃 需求 然后你觉得你不稳定了 你才想到 菩萨其实可以救你一命呢 他就觉得很百般不解啊 他就对于他这样子的心态哦 觉得不能苟通 这样 那阿凯拉的看法觉得说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嘛 毕竟呢 当时佛陀会出家 也是因为看到了人生的 生老病死的这个苦难哦 所以他才突然间吓一跳 想说 诶在皇宫里面没看过这样子的景象嘛 那出皇宫突然间看到 他觉得诶 怎么人生会是这样子的模样呢 受到了这样子的 嗯 可以说是惊吓吗 或者是呢 呃 突然间领悟了什么 所以呢 他觉得他 他需要去寻求一个人生最终目的 终极目标的一个 嗯 真理 或者是 他觉得 他想要找到人生的一个答案吧 哦 那这就开启了这个 佛教的一个序曲哦 所以呢 呃 阿凯拉其实在跟这位朋友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会跟他说 或许你应该要换个角度想 诶他现在开始接触宗教 他的姻缘正在开始产生嘛 所以 呃 或许真的人是虚 到了某种程度哦 或者是某种 呃 状态底下 可能遭受到苦难 遭受到挫折 他会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力量来协助他 讲回来呢 这一位读者 这位听众呢 他 嗯 算是没有没有头没有尾的哦 就就就询问啦 那但是呢 我也觉得说 其实这个应该也是 蛮多人的一个疑问哦 所以讲到这个生奇的炸金呢 我也就上网去查了一下这部金哦 那阿基拉查询到这一部金点呢 其实阿基拉的习惯哦 都会先上这个 呃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哦 也就是西贝塔哦 因为呢 他是呃 由法谷山所创立的 那他会把所有这个金点给电子化 而且呢 很厉害的是 他会把它校正过哦 所以呢 他里面有一些可能骨字啊 有一些可能 呃 骨字的用法 跟现在用法不同的 他会做一些标注 跟一些 呃也是 所以呢 在这个呃 西贝塔里头呢 你可以很清楚的查到 这部金的这个 呃 收入在这个大阵杖里头的 第几册 哦 的第几卷 大家都会很清楚 那包括是 他是 呃 属于哪一部 系列的金点 那阿基拉呢 看到这部金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直觉是觉得 他实在是有够长 说起来呢 要抄写金点哦 其实我觉得 耐心很重要哦 虽然我们抄写金点 跟持送金点的目的是 呃 除了培养我们的这个 呃 功德吗 嗯 可能有些人 他真的是 超写金点 或者是 毒金 他希望是要有功德 但阿基拉自己觉得呢 你超写金点啊 毒金 其实他需要一点点耐心 耶 有时候经典很长哦 或者是那个字啊 你 咬字有时候 会去K到 你就会变成 欸卡住一直卡住这样 那当你卡住的时候 你又要再念 你就会觉得说 哦好烦哦 就是怎么一直卡住 念不顺呢 可能或许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你就会觉得 嗯 退失信心哦 你就会觉得不想念 或不想写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啊 超写金点跟 呃 念经哦 最重大的 其实是可以培养我们的 耐 耐心啊 跟耐力 那再来是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理解 这个经典的内容 或者是 你只是写而已 也因为这样呢 Akira又去查了相关的资料 我就发现 网路上其实蛮多 在讲这个 生茄炸精哦 那生茄炸精 其实呢 可能或许 我在想这位听众 或这位读者呢 对于这个生茄炸精呢 想要来抄写 或许有一个原因哦 因为在网路上呢 就有一些 呃 网页的内容呢 在分享这一部经典哦 那这部经典呢 是一部大盛的经典 那其中呢 有一些网页 就会写说呢 抄写这个生茄炸精啊 会功德无量哦 要钱有钱 要健康得健康 那你想要超度英灵呢 等等的 都可以如愿哦 Akira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我想说 诶 这部经典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那么以前呢 在念书的时候呢 好像呢 也没有流行过这一部经哦 那没想到呢 在网路上的回想 居然是这么的大 就 呃 可能就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这一句话吧 就是 其实我觉得人脱离不了 要功德这件事情 那么更脱离不了 是希望生活可以更加顺利 而且你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富裕哦 像前面讲到这个要钱有钱 要健康得健康哦 你想要什么呢 都可以随心满月 我想到呢 随心满月这件事情真的 蛮贴切大家的需求 大家都希望心想事成嘛 那如果我写写经 我念念经就可以心想事成 那不是还蛮简单的吗 所以呢 阿奇拉找到的这些资料里面呢 都大概大同小异呢 都有讲到这一些的内容啊 说他的功德如此如此的大 等等的哦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或许这位听众或读者 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 他想要来抄写这部经 不过呢 阿奇拉呢 个人的观点是认为说 你想要抄写经典 或想要辞送经典呢 最重要的呢 还是要你对这部经典里相不相应哦 如果这部经典的内容你不了解 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理解 经文的意涵 你也不晓得他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你觉得你只是念 就会有功德吗 功德并不可能你从天而降嘛 你做了什么就会有功德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而是你真正的你的心 跟这个经典的内容相应 你觉得你可以理解 而且去执行他 那么你才有办法 真正的从这个经典当中的意涵获益 你才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 假设你没办法运用在生活当中 你只是念而已 那经典就是经典 你就是你 你还是没有办法 依照经典所教的去走 佛教有一句话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依教奉行哦 依照这个教导去实践 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么你念经跟写经 或者是抄经 目的就是要理解这个经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他 我个人觉得还不如不要写 因为这部经实在说真的哦 我自己看都觉得很长耶 那更何况说你用念的还好 更何况是用抄写的 那当然也会有很多方法啦 就是你可能抄写 有的人就会说 你可以不用一天写完啊 或者是你可以分批写 或者是怎么样 总之呢 你只要有写的就有功德 我觉得这句话呢 当然我觉得正面来说的话 是鼓励大家来信仰佛教 然后来写这个经 那让自己的心呢 可以心性稳定下来 可是反方向来想的话呢 或是从比较负面的方向来想呢 你是为了功德而写的吗 那如果是这样子 Akira会觉得说 不如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呢 去做更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而不是为了要这个功德 而去写这个经 或念这个经 我想佛菩萨呢 当时佛陀呢 他传出这部经 也不会是这个意思 或者是当时的这些祖师大德 他们把这个经呢 翻译出来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这个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观念 或者是很多网路上面的一些文章 大家就这样子写出来 当然我觉得是推广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怎么样去扭转跟告诉大家 你可以怎么做 或者是金钟告诉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要怎么去执行它 我觉得你能够去执行 才会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没办法执行的话 真的 我觉得那个功德这件事情 跟福德这件事情 其实离你真的还蛮遥远的 没有办法真真切切的 去融入这个经典的精神的时候 你就只是在做而已 当然你还是可以有一点点小功德 就是你可以让你的心稍微稳定一点 但是你说你真正的功德是什么 你讲得出来吗 这也是个问题哦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 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现在播出的节目是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 在华人网路心灵电台首播的 雨色看世界 Akira将跟你分享 世界宗教 人文风情 旅游视角 瑜伽练习 如果你有想听的主题 都欢迎你告诉Akira Akira的联络方式是 sulingch at gmail.com 我的电话是 0975256579 雨色看世界 带你打开心灵之窗 认识你所不知的世界 我是李芝的主编陈佳人 今天要分享的书是 平民首富的致富告白 那作者呢是日本的首富 那为何会称作平民呢 是因为他不是富二代 是白手起家 他在书里分享了很多他的处事哲学 和扭转人生的方法 那我们想把这本书介绍给读者 是希望读者可以从中取经 那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幸福更成功 那有兴趣的读者 全省的实体书店 还有网络书店 像是博客来金石堂 都可以买得到这本书 我是红桌文化的总编辑翠伦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叫做残酷剧场 残酷剧场的作者是布鲁玛 布鲁玛是近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学家 那他在残酷剧场这本书里面呢 藉由跟大家谈论一些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像电影啊 然后绘画还有音乐等等 跟大家讨论战争这件事情 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 不仅可以长知识 而且也可以开拓我们的事业 那对于人性的了解 也可以增加我们心灵的深度 有兴趣的听众 可以上红桌文化的脸书 或者是各大的网络书店 都可以买到阿库局长这本书 四十分之为太阎天宿 庸行丁堂 纯粹间秀 祝贺英文 年轻 三众家 能听到在四十分之的秀门 先用恒行转仙 0800788995 请帮帮救救我 全国四十分之中心广心语 欢迎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 在华人网路心灵电台为您播出的 《语色看世界》 我是阿基拉 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 讲到这个生茄炸金啊 说到这个念经 血经 其实呢 也有很多人在问喔 在家里面呢 到底可不可以念经呢 其实呢 阿基拉听到这个 问题的时候还蛮讶异的 为什么会讶异呢 因为我也都是在家里面念经啊 不然要去哪里念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就是我总不可能 工作到很晚十一二点 然后我想要念经的时候 还要跑到庙里面去念吧 这个是我的感觉啦 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们 你们是怎么做的喔 或者是你们是 都会去庙里面念经呢 呃 当然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 家里面没有佛堂啊 那我在家里面念经 会不会有什么事 那你在家里面唱歌 那你在家里面唱歌 会有事吗 嘖 我觉得 或许我这样子的问喔 有点 嘖 不礼貌齁 但是 我觉得 呃 像是我们在家里面唱歌 呃 就是 一种抒发嘛 那 家其实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么 你说 念经 如果说 哦 应该是这样讲喔 在家里面可不可以念经这件事情呢 它会牵涉到一个 问题是 有些人会认为说 因为念经有功德 所以 呃 这一些 好兄弟 好朋友 他会因为 听到你在念经 他想要功德 所以跑来你家 齁 我想是这一个 因果的逻辑齁齁 所以呢 会让有一些听众朋友们 或者是有一些在宗教修行上卡住的人 他会觉得说 嗯 是不是不可以在家里面念经 或者是 坊间呢 有流传一些这样子的传言 所以呢 才会问说 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念经 那 Akira想要 访问一个问题是 如果 像刚刚Akira讲的 你在家里面唱歌 会不会有一些好兄弟好朋友 他也是喜欢唱歌 喜欢听歌的 他生前也喜欢听音乐的 他会不会你在家里面听音乐的时候 他也来你家呢 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看电视 他生前也是很喜欢看电视 他路过你家看到你在看电视 他也会停下来看电视吧 如果依照这个想要功德 而 跑来你家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我想 每个人家里面应该都有很多好兄弟好朋友在吧 或者是 每个人可能很早就卡阴了 虽然呢 我这样讲好像有点 呃 好笑吗 也不算好笑欸 我觉得这还蛮正经的 但是我只是觉得 想要提供大家一个观念是说 你怎么去突破 对于在家里面 可不可以念经这件事情 给你的疙瘩 因为 前面也有讲到说 呃 因为这些 以而传而啊 或人云亦云的这一些 是是而非的观念 然后 让你对于宗教 或者对你的生活 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卡住 但是你 呃 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观念给突破的话 你会很容易都一直 呃 停留在这样子的一种 思维跟氛围当中 你就会一直觉得怕怕的 在家里面念经好像就是不行 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子哦 就会衍生出 那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先结界啊 需要先 呃 做一些什么样的仪式 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才可以念经哦 其实在Akira的观念里头 我自己个人来讲啊 就是从小念经到大 我也没有遇过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小时候也有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在家里面呢 不可以点香 然后我想说奇怪 为什么不可以点香 他说因为点香的话呢 也会招来好兄弟跟好朋友 然后我就想说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家有拜拜啊 那这样我们家不是很多吗 因为就是那些好兄弟好朋友 他会想要有这个香火嘛 那因为我们点香呢 就会有香 就要有火 让这个香一直烧 那么好兄弟好朋友呢 又是靠这个香 来 来 饱足的就是 他们是吃这个香火 吃这些香啊 煮啊 然后 金子等等的 就是这些有热量能量的东西 那就很容易招来这些 好兄弟好朋友 小时候呢 其实我听到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 我真的还蛮害怕的 但是我念经这件事情 我倒不觉得害怕 可是我听到就是在家里面点香 会怎么样有点点害怕 那但是我自己本身呢 我长大之后 我是一对香有特别的爱好 我喜欢闻这些香啊 觉得说 香的这个味道呢 尤其是好的成香呢 可以让我们的心情稳定 然后也可以让 我感觉到 非常的舒服 然后情绪很愉快 所以我都会习惯呢 在工作啊 或者是念书的时候 就会点个香 那感觉家里面又会有一种 淡淡的这种香气 然后同时又可以稳定我的心情 所以呢 我到长大之后呢 其实我也就觉得说 欸其实在家里面点香 没事啊 我也是好好的 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呢 比较 不OK 或者是比较倒霉 那当然有这样的传闻 或许也是因为某些人 他真的在家里面点香了 或在家里面念经了 他真的卡阴了 那或许真的 那或许真的有人 那或许真的有人 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哦 那么讲到这个 前面呢 也有讲到说 这个 那是不是要做这个结界啊 有什么仪式啊 说到这个结界哦 佛教讲的这个结界 其实呢 嗯 嗯 它是一种 界定 一种范围 结界呢 就表示说呢 我跟你界定一个范围 像是 佛教的一些寺院的办法会 他会告诉你说 哦 我们今天的结界呢 就是 大雄宝殿 外方圆 比方说 呃 100公尺 200公尺的距离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结界的范围 那 你不可以超过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来做这个法会 那他可能呢 就会在 呃 大殿外面的这个 四周围呢 会立一个 告示啊 或立一个牌子 告诉你说 这个就是结界点 哦 你就是 比方说你可能 法会中间休息 你可能不可以超过这个范围 除非法会结束之后 你才可以离开这个范围 那 这个目的是为什么呢 为了呢 让这个法会的坛场 能够更加的亲近 不要让一些闲杂人等哦 这边跑来跑去 毕竟在办法会 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嘛 你总不能够 呃 比方说穿个吊嘎 短裤 脱鞋 你就想要跑进去 然后看看人家里面在干嘛嘛 那因为法会呢 就是 有很多的这些信徒啊 法师 然后大家很虔诚的 要来修持 要来念经 所以他必须要界定一个范围 告诉你说 诶 我们今天的法会范围 是到哪边 那在这个范围里头 我们必须要很庄严 必须要 如法如已的去执行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些 修持的动作跟仪式 那你一定要能够很虔诚 很恭敬心的去做 那出了这个结界的范围之后呢 可能是你来参加法会 你必须要住宿 可能有一些疗房住宿区 你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 不需要这么拘谨 那比较生活区域或是用餐的地方 你就不需要这么样的拘束拘谨 你不一定要搭海青 不一定要搭曼衣 那这个是一种范围 一个区域的一个界定的意思 那渐渐的呢 这个结界就衍生为一种好像很神秘的仪式 就是好像我们看那种卡通啊 结界师就是你好像做了什么样的仪式 念了什么咒 然后做了什么手印之后 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一个好像有一个 金钟罩啊 然后罩住这个地方 就会百毒不清啊 然后万魔不饶的那种感觉 在Akira的理解里面 好像不是这样 就是并不是这么样的神秘啊 或者是需要透过某一种 既定啊特定的仪式来做 你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的感觉 就好像是设了一个保全一样啊 这么讲 我就会突然间觉得这个字眼比较适合 设了一个保全一样 那当你就是 你在这个保全的范围里头 你就很安全嘛 因为都有这个监视器啊 有这些就是电眼在帮你监视着 随时呢有什么状况呢 都可以有马上可以连线的那种感觉 其实结界只是一个范围的限定而已哦 那么 当然如果真的你还是 跨越不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跟既定印象 那你在念经的时候 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帮助你来做所谓的结界呢 其实呢我们在念经之前哦 像我们有时候在念经前啊 都会有一个相战 那因为我们一般在家里面念经 其实是可以省略这个相战哦 因为相战就是在礼战诸佛菩萨 那他必须要用特定的唱腔 我们也不会唱你只是念过去 其实就只是念而已嘛 那所以通常就是在法会的时候 然后才会来唱这个相战来礼战诸佛菩萨哦 然后同时来引请诸佛菩萨丽灵坛 那我们就会在念经的正文之前呢 会有一个三称 比方说我们会念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或者是不管你念什么经哦 他可能前面会有一个 呃 仙佛菩萨他的一个圣号 他的名号 你就念三称 三称 也就是念三遍 只要你合掌成心的 呃 供念这个圣号呢 你就可以跟 你要念的这部经 或是这个佛菩萨相应哦 应该是这么说 你应该是要保持一个 虔诚恭敬心 跟无畏的心 你就可以跟佛菩萨的精神相应嘛 那你就可以把他的精神呢 跟你连结在一起 而好好的来读这部经 那你就可以得到佛菩萨的护佑 而且 念经呢 你无非你自己想要得到的就是功德 那 经本身 你也认为他是有功德 你才会念嘛 如果你觉得他没有功德 而会招来 因的 那你何必念呢 那就是念因哦 就不是念经哦 好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想法稍微调整一下哦 另外呢 呃 还有人会问说啊 那么 到底我们要怎么念经啊 那这个 这个经呢 有什么样的规范吗 说到这个 其实哦 这个经啊 有很大的学问 除了是这个经本身的 意涵 内容之外呢 其实经本身它有结构性的问题 要怎么讲说这个结构性呢 当然呢 大家在看这个经本的时候 可以去 去稍微看一下 它其实是有分三个主要大大段落 这个你如果平常在外面 除非你去佛寺听 听什么佛经讲座 或者是你念佛教系啊 研究所啊 你才会知道 否则你在外面一般很少听得到人家 会这样告诉你哦 你怎么来拆解这个经文 今天Akira就来跟你讲 说分明哦 其实呢 一般这个经哦 前面的这些什么啊 神佛圣号啊 什么的 你其实你如果不去看它 从经的本身来看呢 比方说像是 阿弥陀经好了 像是佛说阿弥陀经呢 他就会有个经题 这个名称 叫做经题 题就是题目的题 所以佛说阿弥陀经 这就是他的经题 好 进入经文的正文之后呢 他就会写说呢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社会国 奇数己孤独远 与大比丘生千二百五十人聚 前面从这个如是我闻开始呢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因缘分 就是我们佛教讲的十二因缘的因缘分 为什么叫因缘分呢 就是他在告诉 这部经就在告诉你说呢 佛说阿弥陀经的这部经呢 是谁说的 那是在哪里说 参与听经文法的有哪些人 然后他会告诉你当时的场景 当时的状况 因为什么样的事件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佛陀来讲的这部经典 所以一开始呢 叫做因缘分 到了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进入正文了 他就会开始告诉你说 阿弥陀佛呢 他的功德是什么呢 他的累劫的因缘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会成佛啊 那他有哪一些不同的佛号 那他的功德是什么 他发了什么样的愿 就是在告诉你 阿弥陀佛经的 阿弥陀佛的这一个佛 佛他的修行得到发愿 还有他对什么样的人 他发愿为什么病苦的人啊 或是发愿大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创造一个极乐世界 让大家来这边修行的内容 这样子的一个文体的内容呢 中间这一段呢 就叫做正中分 就是他真正要告诉你的这个内容 好 到正中分之后呢 到最后 要结束之前呢 就会有另外一段哦 叫做流通分 流通分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呢 这部经啊 佛陀已经说完了 那说完之后呢 这一些啊 呃 比丘啊 或者是来这些听经文法的人呢 大家就很高兴哦 那么呢 就会去宣说呢 这一部经哦 那么像是如果以阿弥陀经 来做举例的话呢 他的最后一句就是啊 佛说此今以 设立佛 及诸比丘 一切世间 天人阿修罗等 闻佛所说 欢喜信寿 坐离而去 也就是说呢 呃 来这些听经文法的这些人啊 他听完佛说之后 他就很开心很开心 然后 他就依照佛陀的教导呢 好去坐 然后就离开了 所以 这边有一个重点哦 重点是什么呢 就像这个经典 后面所讲的 这个流通分所讲的 就是 欢喜信寿 坐离而去 那么 你不管你是在念经 在辞送这个经典 或者是你在写经 很重要的就是 你是不是有欢喜信寿呢 你有没有相信 而且你也去执行经典里面 告诉你的内容而去做呢 连经典里面都会这样子讲嘛 那 听经文法的这些人 他都是这么做的 那我们后代的这些人 在学习这些经典 在学习这些经典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样子做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 就是 Akira在前面一直讲到的 你想要念经 想要写经 很好啊 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去做呢 你有没有真的去受词 这个经典里面教导你的东西 经典就是一种教育 无非就是一种教育 但是 如果你没有依照这个里面的内容去做 你把它奉为一个很神圣的 一个 把它当作是一个很神圣的经文好了哦 你觉得他就是有某种功德力 或某种神通力 可以帮助你 减少你的苦难 减少工作 多赚点钱 那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观念就是不对的 可是如果你觉得 应该是这么说 可是如果你照经典去做 相信你一定可以得到这一些的 东西 因为你真正的有去脚踏实践 去执行经典告诉你的内容 跟经典里面的意涵 那当你真的去这么做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人生就会有些改变 因为你的观念改变了 你真的去依照经典教导你的去行善啊 或者是你真的去改变你的想法跟心态 当然你的人生就会跟着改变 那你想要过好的生活 你想要赚更多的钱 这怎么会是困难的事情呢 一定可以达成的 所以我觉得经典本身的功德力在于 你是不是真的有去执行它 所以前面拉力拉扎讲了这么多呢 还告诉大家怎么去辨别这个经典做分类 我觉得呢 这个真的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去了解它哦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段音乐之后 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创办的南华大学生死学系 系主任廖俊宇老师 生死学系自立于活出生命的尊严 与死亡的尊严 从生老病死都在关心的范围之中 因此有生死学系智商组 可以考心理测验员等 生死学系社工组 可以考社工师 生死学系殡葬组 可以考礼仪师 佛光山创办南华大学 是为公益的目的 因此采国立大学收费 也提供多项奖学金 来帮助同学圆梦哦 来自古印度的智慧 舒缓身心压力的技巧 你我都该认识的哈达瑜伽 哈达瑜伽是一套 关注于呼吸调息 身心合一 以及灵性提升的瑜伽修行法 透过哈达瑜伽体味法的练习 带领你提升专注力 减少因生活工作 所造成的紧张情绪 同时还能修饰你的体态 促进新陈代谢 在课程中将教导你 静心静坐 伸展暖身 拜日式 以及哈达瑜伽基础体味法 以及变化式 你也想来学习哈达瑜伽吗 每周二晚间 在彰化市中山国小晋学楼舞蹈教室 恰询电话 及LINEID 请恰 0975-256-579 舒先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印度比哈瑜伽学校工法大全 这本书的译者 我叫Roshney 我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 过去几年都一直在英国 从事成人及儿童瑜伽的教学 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 印度比哈瑜伽学校工法大全这本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 世界各国哈达瑜伽老师 案头的一本百科全书 它非常的完整的介绍了 瑜伽在体味法 氧气法 身影所应 还有进化法技巧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有空 都可以去试试翻翻看 欢迎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 在华人网路心灵电台为您播出的 《语色看世界》 我是Akira 继续来讲这个念经 讲到这个在家里面念经 这件事呢 其实呢 还有一些人也有个疑问 他们觉得说呢 为什么念经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师兄姐 他们都会穿一件黑色的袍子 那那个黑色的袍子有什么作用吗 是不是用来保护自己不会卡阴呢 说到这件黑色的袍子呢 他的名字叫做海青 海呢 就是大海的海 青呢 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青 那这是他这件衣服的名称 其实呢 这件海青呢 又可以叫做李灿衣 那这个在佛门里面呢 其实就是一般的法师啊 或者是信徒呢 在佳信徒都可以穿哦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用来礼佛啊 拜灿来用的 那么 有些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穿的这件衣服啊 就不会卡阴哦 因为好像有一种保护的作用 当然 如果你要这么说 或许也可以说得通啦 但Akira自己本身 是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想的 我比较理性一点哦 穿这个海青呢 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庄严嘛 就是让这个道场啊 看起来就是 大家都要穿一致的 那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收摄我们的心 我们就不会很散漫 你就不会觉得说 我大家要穿 谁穿的比较漂亮啊 你今天来拜佛穿的 呃 粉红色的 那个薄纱 然后穿了一件就是 长裙然后很漂亮 在那边拜佛很飘逸 那如果大家 因为都是穿不一样的衣服嘛 那你外面再套上一件海青呢 第一 可以让自己的心收摄 第二呢 每个人穿着都是很一致 就会比较庄严 那么 法会的过程也会比较 好看一点哦 那大家也比较不容易 骑这种比较心哦 所以这个是穿海青的一个目的哦 倒不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不要卡阴哦 那在家里面 你如果自己有海青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穿起来 这样子你在拜佛的时候 你会自己会觉得说 嗯 我好像就是在寺庙拜佛一样 我会更 呃 心里更收摄 然后你会更专注 然后你比较不敢随便 那 那当然呢 你在家里面穿不穿海青 其实也是无所谓哦 因为其实像夏天的时候 穿海青还蛮热的 倒是呢 你穿的整齐干净 来念经 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哦 好 如果呢 有人就觉得说 诶 诶 我觉得我想要念经啊 然后怎么样可以消业障 那怎么样念经可以开智慧呢 要怎么来念经呢 其实我 Akira自己觉得呢 呃 念经真的在回归到最前面讲的 你应该要选择是 比较短的经 那你可以 呃 了解它的意思 同时呢 你可以 固定的 有耐力的持送它 如果这部经哦 像是什么 地藏经呢 它很长一部啊 那你就是为了要 拼速度啊 然后 然后 敢 敢着念那个 念经的次数啊 那就念很快很快很快 你也没有办法 好好的把经 的内容消化 那么 我觉得要开智慧的程度也 不高啦 坦白讲 我觉得啦 那么如果说 呃 你真的选了一部经哦 像Akira自己呢 最常念的就是心经 因为心经很短 而且你可以背得起来 那当你在背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反复反复的去思考 这个经的内容 它想要告诉你的 呃 中心思想跟精神是什么 那你才可以真正的开智慧 然后你能够得到一些东西 如果你只是为了要 呃 拼那个次数 念多少遍 就有多少功德 那 我觉得 当然还是有啦 就是你至少肯念 还是有一一点点功德 但是你的开智慧的程度呢 我就很难讲了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 你在念经的时候 你能不能去配合观想 也就是观想这部经典 告诉你的精神 或者是这个经典里面 所传达的佛菩萨的精神是什么 你如果可以去做 那么相信呢 你一定可以从中获益很多 那么你要搭配你的前程 而不是我念了哪部经 就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另外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小时候呢 拜观世音菩萨的一个经验跟历程 那这个经验 其实是 小时候呢 上佛光山 参加这个佛学夏丽颖的时候呢 那就有听到一个星云大师的故事 这故事这样讲的 就是因为星云大师 他小时候12岁就出家 那当时呢 在大陆的时候呢 他们出家 12岁出家 小时候出家沙咪的时候呢 大概到15岁就要受这个三坛大戒 那大家也知道呢 之前阿基拉分享过呢 在讲这个三坛大戒的内容的时候呢 其实呢 到登这个比丘戒的时候啊 就是菩萨戒的时候呢 就要点这个香疤 就是在头上烧那个戒疤 那当时星云大师呢 年纪还小嘛 那当时他的师傅又很怕他呢 会不会出家到一半跑掉喔 所以呢 就特别阿 在他的头上呢 交代这个 戒狮喔 就帮他烧了12颗的香疤 那12颗的香疤呢 因为 烧下去阿 香呢 就是短短的嘛 烧下去就一点点 所以呢 这个戒狮就还很故意呢 就大口 当这个香疤快烧到皮肤的时候 就烧 推了很大口的气喔 那么 让这个香的快点烧下去 烫到他的头皮 就烫到头皮之后呢 结果全部的这个戒疤呢 因为全部都烧在一起 所以就 黏在一起喔 那后来他 回去的时候呢 头皮阿 就非常非常的痛 非常的不舒服 甚至呢 整个头皮阿 都有点凹陷下去喔 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呢 他好像有烧到点神经 所以后来 幸运大师呢 在念佛学院的时候呢 他就好像也很容易记不起来 那很多老师教过的东西呢 他都没办法背诵喔 就脑袋变得有点迟钝了 神经变得比较迟缓一点 反应也比较迟缓 所以他在读书方面呢 就会变得很钝 后来呢 他的老师就教他说 诶 那你去拜观世音菩萨 跟他求智慧好了 请菩萨呢 帮你开智慧 所以呢 幸运大师呢 就这样子呢 去拜了菩萨 诶果然后来呢 他的 呃 功课也变好了 然后经典读诵 也越来越OK了齁 那这个就是 阿凯塔听到的 星云大师 李拜观世音的故事喔 那他也有发明的呢 呃 这个 记子 叫做 錫发菩提心 莲花片地生 弟子心朦胧 李拜观世音 求聪明 拜智慧 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念完一句就一拜 当时候呢 阿凯塔大概是小五小六吧 就每天晚上呢 做完功课呢 就朝着门口 然后观想门口 一尊观世音菩萨 拜一大事喔 然后自己就念了这个祭颂 然后就拜 然后每天呢 就拜个十几拜啊 二十几拜这样子 因为还小嘛 就觉得 诶 我有拜就好 就每天很虔诚很虔诚的拜 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自己不聪明喔 那功课呢 也不是很好 那么也听了因为幸运大事这个故事之后呢 自己就觉得 嗯 那我也要来求聪明 希望菩萨可以给我智慧喔 讲到这边呢 其实阿凯塔 嗯 想要哭 就会觉得说 诶 其实菩萨的力量呢 还蛮强大的喔 所以后来呢 阿凯塔的表现呢 也有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好喔 所以呢 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啊 在念书方面不是很好 而且他也觉得 他想要更努力更进步 其实呢 可以请你们家的小朋友呢 教他去求观世音菩萨喔 因为我觉得 有菩萨的力量呢 其实不见得是真的菩萨他 帮你开了智慧 或许是因为你的这个前程心 你慢慢慢慢的 这个菩萨的力量呢 就会跟你结合在一起喔 所以呢 呃 念诵菩萨 或者是 呃 礼拜观世音菩萨喔 都是一个方式 如果觉得这个寄诵太长呢 你也可以直接教小朋友就是 呃 念 拿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然后跟菩萨顶礼一拜 然后跟菩萨说 弟子前程求智慧 齐琴菩萨开智慧喔 相信呢 呃 都会有一些效果喔 总之呢 阿凯塔觉得 不管呢 你是念什么样的经 不管是你想要持什么样的咒 或者是你想要写经喔 都脱离不了一个就是 你的前程心跟你是不是了解经典 然后再加上你的观想力喔 至于地点 至于念什么经 至于穿什么样的衣服 到底 你有没有做什么样的仪式跟结界 阿凯塔自己觉得呢 都不是那么样的重要 重点还是你的前程心 你的前程心有出来 你念什么经 我想呢 都会有很大的功德喔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喔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